老天 起开 对不起 我错了 烦不烦 完就对了 完就证明没事了 老天 那天麦吉来我家和联姻的事 我必须要跟你道歉 对不起 但是我觉得你应该 让我说一下前因后果 听我解释一下 第一呢 她为什么会知道我们家的地址 是她爸告诉她的 她本来不想来 是她爸逼她来的 第二 我跟麦吉说过 以后不要来我家 她也听进去了 第三 她是有男朋友的 叫孙昊 是个设计师 第四 联姻的事是假的 假的 今天我去找麦吉面谈了一下 把事情都撩透了 目前我们的家长 都没办法改变心意 我们唯一能做的 就是演戏 她也是这么想的 就是她提出来的 其实啊 她比我更不愿意 接受这段婚姻 那她这到底是在干嘛呢 多半是为了她男朋友 虽然她没有明说吧 但我调查过 这里面肯定有什么引擎 那你们就打算这么演着 不怕你爸他们看出来 这会很难收场哦 我一定会找到一个 两千七美的解决方式的 你别误会啊 我可不是在催你哦 我知道啊 但我也一定会解决的 最近我爸的精神状态挺差的 我必须要解决此次危机 我怕她受刺激 你这段时间多陪陪她吧 但是我也担心你啊 担心我什么呀 两个人不用 无时无刻都在一起 而且这段时间 我的工作也很忙 你解决好家里的事 不要有顾虑 谢谢你没解决 谢谢你没解决 我怎么有一种淡淡的忧伤 我觉得你不太担心我 你不都说过 你们俩只是演戏嘛 而且再说了 我们俩要这点信任都没有 那还在一起干吗 我一定会解决的 我一定会解决的 不用着急 这事没这么简单 这谁的早餐啊 这鸡蛋还需要爱心呢 好开啊 那花再美呢 多浪漫啊 这花也就三块钱一朵吧 那谁放了 这么一包得好几百 这太暴力了这个 甜甜 七夕快乐 记得吃早餐哦 不好意思啊 这好像是送给我的 这恋爱中的女人真幸福 花和早餐比人都选到 干吗呢站着一大早没事干是吧 我让你们准备的凉落分分下 一样的资料准备好了没有 都发你邮箱了 那差不多 对了啊 一会儿要去见向央 抓紧时间吃早饭 你单身狗哪有什么饭吃 抓紧时间吃早餐 一大早就这么热情